生来就爱发出点声音 安静的 躁动的 响亮的 嘶哑的 弹最酷的和弦 打最爆的鼓点 唱最动人的歌 破最广阔的圈 把青春雕刻成经典 让想象绽放于舞台 既然年轻气盛 必定温顺尚早 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的音乐 有生之年 一起听蓬勃的生命 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关宣了第二波嘉宾 当看到周深出现在 第二波关宣嘉宾阵容里 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实际上 当时第一波关宣 没有看到周深就有些意外 毕竟周深现在的热度是真的高 而这些热度是靠十打十的舞台收获的 这几年周深已经成为了各大晚会的常客 今年周深参加的晚会也已经有几十场 导致的结果是如果一场重量级的晚会 看不到周深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因此看到TMEA第一波关宣没有周深的时候会有些意外 但也一直相信之后的关宣当中一定会有周深 到了第二波关宣 周深果然出现在了嘉宾阵容之中 这也意味着周深再次加盟TMEA 去年周深就参加过了TMEA 并演唱了《化身孤岛的经》 和《与光同城》这两首歌曲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来到这里压力就很大 而且主要是后面杨阳老师他跟我说 等一下气氛就靠你了 你怎么靠我 因为我们红毯有了深深就会热露 我画这么少这么内向的一位歌手 真的吗 你是画少型的 对我画特别少 不擅长搞气氛 《化身孤岛的经》被周深工作室买下了版权 已经是周深的歌 《荷光同城》则是影视剧OST 按照这个规律 今年的周深或许也会演唱一首他自己的歌 一首OST 个人非常希望周深演唱《光亮》 因为这首歌曲不仅好听 周深还在里面展示了戏腔 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示周深的实力 除此之外 光亮所要表达的精神 是明明知道拼尽全力也改变不了什么 却依然坚持 哪怕燃烧自己 这种精神很打动人 也能表现出中国人直面风雨 以及未知的态度 这样一首歌曲可以让人了解周深的实力 了解中国的戏曲 了解中国人的精神 非常适合在今年的TM1演唱 要知道今年的TM1A与往年有一些不同 今年邀请的嘉宾当中有国际的明星 比如泰勒斯维夫特EXO 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歌迷以及粉丝 这些歌迷以及粉丝知道他们参加TM1A 也会非常关注 因此当今年的TM1A正式播出时 观看的观众除了中国观众之外 还会有全世界范围内的观众 或许TM1A邀请他们 也是想扩大影响力 想让更多的观众知道TM1A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歌手的表现就变得非常关键 只有中国歌手的表现足够惊艳 才会是正向的影响力 因此对于参加TM1A的中国歌手来说 有一定的压力 而对于实力非常强的中国歌手来说 却是实实在在的机会 可以让全世界听到中国好声音 而周深就有这样的实力 以周深的实力 把歌唱好唱得出彩 只是基本的要求 不管他唱什么歌曲 应该都能得到很多观众的认可 但在今年的TM1A舞台上 基本要求并不够 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因为周深喜欢音乐 喜欢中国 喜欢中国文化 而在TM1A演唱光亮 或许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因此非常期待周深在TM1A的表现 也非常希望周深在TM1A演唱光亮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